今天我們來給大家介紹這一台 Sony FX6 Hi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今天我們不是說是開箱嗎 其實不是開箱 為什麼 因為其實 這個東西呢 我完全不了解 OK我手上這是什麼 這是一台 借來的 不是我的 借來的 Sony FX6 那Sony FX的相機呢 不管是FX3 FX30 FX6 FX9 基本上就是Sony他們所謂是 給 算是 比較專業人士使用的 拍攝的這些 攝影機 還有器材 那FX3其實已經算是非常初階的 跟我們正常認知的用單眼相機 去拍影片呢 其實是非常 基本上這概念是一樣的 比方說裡頭有主要三大元素嘛 你如果算鏡頭的話就四大元素 鏡頭是一個元素嘛 那裡頭光圈是一個元素 ISO呢 還有以及它的那個 所謂的Shutter Speed 也就是快門速度 那在FX6上頭呢 基本上呢 你要把這些 理念概念呢 基本上都要拋到腦後 要重新去學習它 因為它的 拍攝的這個方式啊 需求以及設定的調整 其實雖然概念上是一樣 但是只有非常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呢 與其是說來 開箱它好了 比較像是說是 我們把它的 拍攝的效果 給大家做一個 比較 並且給大家 很基本的認知介紹說 這個 FX6上頭到底是有哪一些 功能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用FX6 然後還有呢 就是iPhone 14 以及Sony FX3給大家做一個 螢幕的對比 那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 第一個我 絕對絕對對它的認知是 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因為我 基本上也只有幾天的時間 去使用它 所以我也不能說是完全非常了解它 所以如果在這裡有講錯啊 或是哪一些不對的地方呢 還請大家多多包含 並且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去 更正我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會用它來拍 影片 並且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效果是什麼 那FX6呢在使用的時候呢 最主要 是你還是要注意的是它是需要去 所謂的 那個調顏色就是對色 就是我們講的校色 主要是因為它很多東西呢 拍下來呢 因為你會要用到這麼好的攝影機的時候 基本上呢你應該不會去 讓 系統全部自動化 所以很多東西需要用 在後製以及在剪片的時候呢 做去 處理 比方說你要把 藍色的藍對好啊 或者綠色的綠對準 這概念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就用 Fx6 Sony FX3 還有以及 大家最熟悉的 iPhone 來 拍一些影片給大家 看一下差別 那今天在Fx6上都搭載的這個 這個 鏡頭 大家明顯可以看到是 非常不一樣的一個鏡頭 那這個鏡頭呢 它是個 16-35T 3.1 其實就是非常專業的 他們用來去拍 電影啊 或是拍 比較專業素材用的鏡頭 跟 我們平時用的 所謂的在單眼相機鏡頭 上頭其實 設計啊 以及規格都已經非常不一樣 不一樣喔 那它這個熱上頭 如果大家可以看得見的話 它是有一個 可以的自動 算是機身裡頭的機械式的這個 放進跟拉遠 就是我們講的Zoom 那它也有機械式的對焦 還有以及機械式的 這個 所謂的光圈調整 那所以也就是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麼大 那當然還有一個 這個 抗光照啊 等等之類的 好 那我們 二話不多說 我們先給大家基本介紹一下機身上頭的一些功能 再來我們就給大家 拍個影片 看看囉 首先來個機身介紹 那這個東西大家應該明顯可以看到 它就已經非常不一樣 它有很多功能的東西 其實是 非常 非常 複雜的 那基本上呢 你看 HDMIR SDI 什麼接線都有 那它這裡呢 充電是它有自己的這個DC插頭的 電池呢 我們這次搭載的也是非常非常大 旁邊明顯有個差別是 你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 把手的部分 那把手上頭呢 還可以 包括 調鏡 鏡遠啊 以及呢 錄影的按鈕啊 等等之類的 功能選項基本上這裡也有啦 那同時呢 其實在另外一邊呢 你也有這些 設定功能 比方說 這邊有自動ND濾鏡的調節啊 然後 Menu啊 你的ISO 你的白平衡 你的那個快門啊 以及這裡呢 是這個麥克風的這個 收音的這個選擇喔 並且 前面這邊還有一些 這個就是它的選項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 預設值喔 在這裡 開關在這邊 那在上面呢 同樣在這個把手的部分呢 這是我們講的這個麥克風把手 旁邊呢 這有XLR的接線的部分 然後呢 這裡你是可以放你的指向型麥克風的 那上面呢 你看這遠鏡啊 然後還有這個 熱靴啊 那個錄影 錄影鍵啊 還有這個 選項按鈕 基本上也是同樣的 基本上你如果是上頭拿 或旁邊拿 都可以 上頭有快捷鍵 讓你去控制選項 所以非常好的 那監控的部分呢 這裡有一個螢幕 並且上頭還附加了一個 這個我們講所謂的這個 折光罩喔 這樣子的話你在 拍攝的時候呢 不會被 外來的這個光 影響你的螢幕喔 那當然啦 這個東西呢 你可能甚至還會再做一個外接 用A系列麥克風去做外接的螢幕 也是非常可以的喔 原來這個螢幕呢 好用好用 但是 有一點小啦 以這麼大的機身來說 你不需要 也是不要期望它有什麼 防震防抖啊 因為基本上這種都是定點 拍攝 或者甚至你已經放在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避震器上頭喔 好 那我們基本的機身介紹完了 我們就很快來拍片給大家看看吧 我們今天呢 拍攝方式會是 這樣子的一個 設定喔 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盡量的把影片同步給大家看喔 那今天呢 大家就主要的是要去看它的畫面 那個畫質 而不是去聽聲音喔 因為我發現到了一個問題是 Fx6呢 除非你用XLR的麥克風或它內建麥克風 基本上你沒有其他的辦法用它的麥克風了 也就等於說它上頭是沒有3.5mm的接線的 換句話說你一定要用好的麥克風 很不巧呢 好的麥克風的話 我沒有兩支 所以沒辦法兩個同時一起使用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以畫質為優先 好在這裡順便提一下 我剛剛 把那個自動ND濾鏡 在Fx6上頭開了 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大家你看 這是 Fx3的曝光 這是 那個 Fx6曝光 我如果沒有把ND濾鏡打開成自動的話 我看一下 會變成 這樣子的過度曝光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打開 主要就是因為今天那個外頭太亮了 所以把它開成自動 我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鏡頭的狀況 我現在基本上因為呢 它的兩個都沒有 防抖的關係 所以呢 我 都是用手持的 所以如果有一點抖的話 在這裡 給大家 說聲抱歉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的三個的 畫質的差別 以及顏色的差異 那iPhone呢 因為是它有特別做處理的關係 所以呢 或許呢 某些人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在iPhone上頭呢 拍出來的這個效果 可能會是比較好的 但這個東西就 大家自己拿捏一下 請問一下 我會做的 這次我會覺得 這個效果 我會覺得 大家看了我看完了三个相机的不同的拍摄的sample以后 不知道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必须说实话 这一台FX6其实完完全全超出我对拍摄的认知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专业 真的就是业余玩拍摄 是好玩娱乐吧应该这样讲 所以我对这些拍摄的器材的认知是只有一定的限度在 当然可能比多数的普通人可能知道多一点 但是当你真的碰到这么专业的东西的时候 我说真的也是一问三不知 很多经验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这个概念基本上就好比说好东西 你一定要会用 你才有办法把它用到极致 才有办法拍摄出你漂亮的画面 你不会用的情况下 你东西再怎么好 终究还是一问三不知 就是搞得自己一头雾水有点雾沙沙的概念 其实这个就相对明显的是FX6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超出了 就是way over my head 超出我的一般对拍摄的认知以及想象 所以很多东西不管是设定也好 或者是里头的这些转变 以及使用它的档案 或者甚至里头的我们讲的所谓的ISO的Gain 还有这个Shutter 其实对我正常拍摄的东西是完完全全连不上的 等于换句话说我得重新去做很多很多功课 才有或许有机会把FX6用上手 那说真的这段影片也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说 今天你一定要找到适合你的器材 而不是买最好的器材 FX6好好真的非常好 有没有专业水准一定有专业水准 但是在我手上是绝对拍不出专业的影片的 因为我就是不认识它 我就是不会用它 我对它的概念真是太少太少了 就等于像一个小孩子在玩玩具一样的概念 所以也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讲说 你如果今天对拍摄有兴趣 一定要用到是你会用的东西 你上手的东西 你顺手的东西 你才有办法拍摄出你自己喜欢的作品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FX6我可能还会继续玩个几天 再去把它还给它的主人 但整体上来说它 其实我说真的用起来真的是蛮累的 一方面它非常非常重 另一方面它很多的设定我也不会 再来你如果真的是出去旅游 你觉得我会带这么大一台机器吗 应该是不太可能啦 所以呢 除非我今天真的是转行去做这个专业摄影 拍什么婚纱不管是或是什么结婚影片 或者是MV的话 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用到它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可以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你有什么建议呢 或者你也欢迎在留言欄下的留言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以及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喔 那我是胡老板 我们下次见喔 拜拜 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用了 我好像完全全不会用 这么贵上万块钱的东西 但是真的在我手上就是 绝对拍不出好东西的